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中美看来正在朝着重启谈判进程的方向移动 中国股市连续上涨 希望前些日子受了损失的股民们 能够在这段时间的股市回调中挽回一些损失 老胡今天主要不是说股市 而是想对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从我的视角做点总结 尽管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股市很动荡 股市的脆弱是我们的一个老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 中国社会过去一个多月 以及去年以来的整体表现 老胡是要从世界的视角打个高分的 大家看美国这么大的压力 可以说是动员了它的绝大部分力量 搞得铺天盖地 但是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乱 社会也没有乱 按照世界标准来说 他称得上是有条不纹 毫不夸张的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样 老胡因为看遍世界 有对比 才深深知道中国的这种表现是多么不容易 多么可贵 我说过 如果是其他国家 过去一个多月里 人民币很可能已经被打垮了 贬值一半以上了 很多国家的货币都是美国一启动制裁 一跺脚就出现狂蟹 几天时间就贬百分之几十 而人民币汇率在过去一个多月 虽然也有小幅下跌 但它迟迟没有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 很快破漆 我想说经历了这些风雨 中国更加成熟了 我相信外界对中国会有更多尊重 中美接下来的接触会有什么结果很难预测 中国从来不缺谈判的诚意 但美方是否也有达成协议的诚意 现在不能确定 这个时候大家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平常心 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外谈判就会更有资本 通过过去一年多的风风雨雨 我觉得大家既要清楚我们的表现是很棒的 而且后劲很强 同时也要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 老胡要坦诚的与大家分享我的分析 我认为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有党中央和政治核心的坚强领导 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面对巨大压力 我们的社会上难免有部分人胆怯惊慌 投降主义很容易蔓延 我们的政治体制提供了这个时候 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定力 另外中国业以形成的强大国力提供了物质支撑 我们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真实意愿 使我们得以避免冲动和极端 这一切造就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稳健 总之中国是有定力 有力量 同时又很冷静的国家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骄傲的 大国的平常心是反复锤炼出来的 老婆相信 经过几轮风雨的冲刷 中国社会将变得更有韧劲 在国家复兴的路上 我们需要步履越来越坚实 真正做到宠如不惊 谢谢